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坚果 坚果也是非常方便的生酮零食之一 好吃 营养密度高 又容易携带 但是 说到生酮可以吃坚果 就有不少人停留在一次 磕掉一整包瓜子的这种状态下 其实呢 坚果不能无限制的吃 而且 如何选择坚果也是一门学问 很多我们认为的坚果 其实跟坚果就没什么关系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首先啊 很多人跟我以前一样 坚果 种子 豆类 好像觉得都差不多 有点傻傻分不清 其实这三种呢 在植物学当中是有明显区别的 坚果是一种种子 没错 但是它也会有点像一种水果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迹象 就是通常长在树上 而且会有一个比较坚硬的 外壳不会那么容易裂开 那一些坚果比如说像栗子 还有橡子 包括一些在饮食当中非常常见的坚果 杏仁啊 核桃啊 开心果 都是属于真正的坚果这个类别的 那么种子是在哪儿的 种子其实是在很多开花植物当中 在这个花里面出现的 我们经常讲到比如说瓜子儿 向日葵 开完花之后啊 我们会在向日葵的这个花坊里面找到瓜子儿 也有一些种子会被包裹在比如水果的果肉当中 我们平时吃到的苹果呀 橙子呀 里面都有自己的种子 甚至有一些种子呢 是可以作为水果的一部分的 比如说蓝莓草莓 上面都有这个小小的种子 那另一方面 豆类 豆类的明显特征就是有豆莢 那我们平时讲到的豆类 比如说豌豆啊 扁豆 或者是大豆 这些大家都比较清楚 有一种豆类要特别提及的就是花生 很多人都觉得花生就是坚果 其实花生是生长在地下的 它不是生长在树上的 它在植物学当中是被归类为豆子的 那说到坚果 很多坚果和种子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益 而且营养密度很高的 它们会富含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那有一些是Omega6 但是也有一些是富含Omega3 当然它还包括很多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矿物质 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多分类 天然抗氧化剂 那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核桃 核桃就是维生素E的特别好的来源 同时也包含大量的Omega3脂肪酸 还有像比如说巴西坚果 它能够提供人体非常重要的一种矿物质 叫做锡 锡元素 一颗巴西坚果可以提供推荐量的160% 同时巴西坚果也是富含各式各样抗氧化剂的 如果在合理的饮食状况内去吃一些坚果 其实对人体是有非常多的益处 比如说改善氧化应激 改善炎症 减少内脏脂肪 对于改善或者逆转胰道素体抗也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怎么吃 怎么选择 其实有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都要满足的坚果并没有那么多 第一个要讲的条件就是Omega3和Omega6的比值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当中有存在Omega3 Omega6 那3和6之间要达到一个平衡是最合理的 但是在现代饮食当中 Omega6是处于超级超标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吃鱼油 我们要吃海豹油 我们去特别努力的去找那些DHA EPA 这些其实都是富含Omega3 我们就想去试图找到这个平衡来减少炎症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吃坚果 你必须要去了解不同的坚果 Omega3和6之间的一个比值 但是这个数字可能在不同的实验当中 也是有所区别的 可能一个核桃和另一个核桃 它们俩之间Omega3和6的比值也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通过不同的数据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3和6比值比较合理比较优秀的 核桃 夏威夷果 亚麻籽 奇亚籽 基本上这几种都会出现在榜首 都是比较合理的 那有哪些我们常吃的 其实这个比例并不好的 就出现了 比如说大杏仁 还有巴西坚果 还有就是花生 其实它是豆类的 它的Omega6非常非常高 那么像我本人也是会用杏仁粉 去做一些什么生酮甜品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去做生酮面包 去做生酮甜品 我就要有意识的去补充一些Omega3 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因为杏仁在这一点上 还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第二大类 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条件 就是抗营养素 抗营养素在很多植物当中 都是有存在的 抗营养素的问题在于 它可能对人体没有存在直接伤害 那虽然有一些也有直接伤害 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阻碍你去吸收 其他的营养物质 那比如说第一个要讲到的 就是植酸 植酸在很多坚果种子当中 都有存在 又要提到杏仁 还有腰果 花生 南瓜籽 这些都是植酸含量比较高的 那植酸的问题是在于 它会影响人体对于矿物质的 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 可能你今天觉得我吃了很多 营养密度很高的食物 但是同时比如说吃了很多花生 对不起 这些矿物质根本就是不能被你吸收的 第二个坚果和种子当中存在的 抗营养素就是凝极素 含凝极素比较多的 又要提到花生腰果 还包括葵花籽 也就是我们平时克的这种小瓜子 凝极素对于很多人来讲 也是会造成肠道敏感 特别容易腹泻 容易肠漏 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营养吸收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草酸 草酸容易形成草酸盐 形成结石 比如说肾结石 现在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包括杏仁 腰果和芝麻在内的坚果和种子 都是含有比较高的草酸 当然如果是容易结石的体质 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坚果和种子了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选择哪些坚果和种子 或者说应该怎么去吃呢 第一个 我觉得要强调强调再强调的 就是一定要适量 我个人每天坚果和种子加在一起 不会超过30克 我希望能够尽量的去吸收 它们当中存在的营养 同时又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营养物质 那比如说一颗巴西坚果 就能提供160%的锡了 其实你也真的没有必要吃的太多 矿物质如果吃的太多 也是存在过量风险的 第二个就是要去平衡 Omega-3和Omega-6 如果说你吃了生酮甜品 吃了生酮面包 那你可能要适量的去补充一些鱼油海豹油 或者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三文鱼 加入富含脂肪的鱼类 有意识的去保持这种平衡 那第三个也很重要的 我有见到不少人特别迷信去吃生的坚果 我个人在选坚果的时候一定会吃熟的 一般都是烤制并且加过盐的 因为盐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 对于低碳生酮饮食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在烤制的过程 或者说在坚果烹饪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会减少它的一些抗营养素 那同时会让它其中的营养变得更容易吸收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坚果除了加盐和烤过 不要有其他任何的调味料 如果说又加了糖又加了比如说植物油进行炒制 那这种就真的是不要吃为好 那我自己会经常去吃的主要其实还是核桃 夏威夷果 可以作为饭后的小零食 那也可以搭配比如说椰子酸奶 一起来吃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或者加入沙拉的声动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